我们注意到针对日前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 对两名中国官员进行非法制裁 那么中方发布外交部令 对余茂春托德斯坦安两人采取了反制裁措施 那么请问中方希望通过此举向外界传递什么信息 谢谢 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 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 有关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中方已对此表明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 自继日起 对长期在涉华和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 和县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托德斯坦安 采取反制措施 有关内容已通过第四号外交部令公布 我们要再次强调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力 没有资格横加干涉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必将受到中方坚决反制 我们敦促美方撤销所谓制裁 停止干涉西藏事务和中国内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